带您25分钟看完《疼口可男子》的五部经典作品 第一部《女士爱有地狱》 身为男人的乳娘 阿基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个自己从小未大的宝贝 如今竟然变得如此强壮 可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长大后的渔兵卫不光不懂礼貌 还长期光顾风月场所 光是打赏过的女主播都不下一百个 这让阿基不得不担心起了渔兵卫的身体 为了让渔兵卫重归正途 阿基不惜言传身教的给他指明了方向 这是一部由通口可男子主演的日本老电影 讲述了一个顽固子弟 不按常理出牌的荒唐故事 关注孤广 跟上节奏 咱们正片开始 由于渔兵卫的父母死得早 所以从小游开渔铺的养父母照顾 为了让小兵卫茁壮成长 养父母不得不请阿基来做她的乳娘 可由于养父母每天忙于渔铺的生意 对小兵卫的身心健康便疏于管教 导致长大后的渔兵卫整天游手好闲 当阿基无意中发现于宾卫的爱情名单时 才得知于宾卫竟然是当地会所的常客 更让阿基无法接受的是 在这份名单里 竟然还有一个叫小菊的女人 这个小菊可不是什么擅长 因为她的老爸可是当地最大的犹伤 要是被小菊的老爸指导于宾卫 曾经采菊东里下 必定会让于宾卫全家都悠然见南山的 为了不打草惊蛇 阿基偷偷地跟踪于宾卫溜进了会所 果不其然 此时的于宾卫正在上局 阿基眼看于宾卫不知深切 当场就给了于宾卫一个大嘴巴 可当小菊见到阿基后 却声称自己跟于宾卫并非两情相遇 而是于宾卫死缠烂荡 不过阿基并不关心这些 只是让他不要回去告诉他家的土豪老爸 可于宾卫毕竟是个情种 声称小菊就是他此生的真爱 阿基虽然还是拿他当做小孩 可心中却莫名地滋生出了一丝醋意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于宾卫和小菊的事情就败露 小菊把责任全部都推给了于宾卫的荷尔蒙 小菊的老爸一怒之下将于宾卫给捆了起来 直接将其关进了自家的小黑屋 这个男人非要在会所谈恋爱 尽管他的乳娘告诉他 真正的爱情不能买 可他却偏不信邪 招惹了一个土豪的千金女儿小菊 并因此被土豪打了个半死 他的乳娘阿基为了不让他走上歧途 非要让他和小菊一刀两断 可于宾卫不光不买仗 还扬言要和小菊一起殉情 他的这种冲动让阿基也差点冲动 甚至打算牺牲自己来挽回于宾卫 可于宾卫心意已决 完全没有感受到阿基的眼神 此刻已经扑索迷离 晚上回家后 阿基的丈夫已经沉沉睡去 完全没有尽到做丈夫的本分 于宾卫这边则更不安分 好了伤疤之后 就直接冲到小菊的闺房前淋雨 誓死要带着小菊一起去殉情 小菊还没来得及多想 直接就被于宾卫带到了一个荒人厌的地方 听完于宾卫打算殉情的想法 小菊断然拒绝并声称想回家找妈妈 于宾卫并没有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当场就要采菊东离下 可还没过多久 小菊的老爸就带着阿基找到了他们 因为害怕于宾卫在走极端 只好先带走小菊 留下阿基独自被于宾卫进行心理疏导 为了让于宾卫死心 阿基只认人家小菊的老爸 已经为他物色了结婚对象 希望他能承认这美好自为之 说完还帮于宾卫弥补了一下童年的回忆 可于宾卫并不买账 因为在他的眼中 阿基只是他的乳娘而已 根本替代不了小菊的温柔 就在小菊大昏荡天 阿基作为正欢人一路相伴 直到人群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阿基才动感大事不妙 原来于宾卫贼心不死 竟然想在小菊新婚当日选择殉情 幸好阿基眼疾手快 直接阻止了于宾卫的疯狂行为 可即便如此 小菊还是在婚后的生活中 剑缝插针地去找于宾卫 弥补人生遗憾 这波操作直接引起了阿基的不满 于是在小菊回家的路上守株带兔 并声称小菊的行为可能会被禁猪笼 可小菊毕竟是土豪的千金 根本没把阿基放在眼里 不仅没有被阿基威胁 反倒是一脚踩在了阿基的脚上 吃了闭门羹的阿基一肚子委屈 只好半夜约来于宾卫 声称小菊有的我都有 直接要带于宾卫回到小时候 这个男人虽然已经有二十多岁了 但他的乳娘还是拿他当成小孩子看 可由于二十多年的朝夕相处 阿基完全把于宾卫当成了自己的私人用品 见不得其他女人靠近他 可于宾卫偏偏爱上了一个土豪的女儿 这让阿基促意大发 索性将于宾卫约出来亮明底牌 于宾卫听完阿基的表白之后 心中不免有些慌乱 毕竟这种操作还是有些尴尬 可阿基的颜值毕竟在线 在假装推辞一番之后 于宾卫也干脆选择了顺其自然 随着于宾卫在尝过甜头之后 竟然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非要亲自将阿基送回家门口 临走时也不忘在自然一番 可阿基毕竟是个有家世的女人 夜不归宿自然会引起丈夫怀疑 只能劝于宾卫先行回家 有时改日在意 不过只始终包不住火 有了于宾卫的阿基整天魂不守胜 不久就被丈夫大郎看出了一样 大郎虽然不怎么能干 但并不代表他喜欢戴帽子 于是恼羞成怒地找到了于宾卫 声称要帮他彻底戒掉阿基 可大郎毕竟是个软蛋 只要有人拉架 他也只好顺着台阶下 虽然大郎不敢动手 但嘴上功夫还是遗留 一板眼地对于宾卫进行了谴责 声称阿基说是被于宾卫胁迫 希望于宾卫以后不要再纠缠阿基 可于宾卫一听大喊冤枉 明明就是阿基先动得粗 自己才被迫跟着粗的 这不是摆明了冤枉自己吗 于是于宾卫气急败坏地找到阿基 问他为什么要说自己是被迫的 为什么要和小菊一样 人前后两副面孔 谁知阿基此时还强词夺脸 声称这么说只是为了堂赐丈夫 只有保住了自己的名声 日后才能细水长流 于宾卫一听直接就炸了 自己拿阿基当心上人 阿基却只拿自己当抗神人 于是趁其不备 偷偷地掏出匕首 当场就要收割阿基的灵魂 阿基被于宾卫的操作 吓得到处乱爬 屋里的油桶也被打翻 留得满地都是 两人在游屋里急速追逐 最后阿基还是没有逃出那五米半的距离 被于宾卫从背后捅了进去 自此 这段诡异的爱情 彻底地画上了句号 不得不说 于宾卫是一个执着的男人 对待爱情过于极端 可这种感情实在是太过自私 还请老铁们不要效仿 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老公 咱们下期见 第二步 万字 由于女人三天没吃饭 所以变得有奶便是娘 本打算去超市抠点食物 谁知却被一个叫光子的女人发现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女人只好跟到了光子的住处 林教主赃物希望光子不要揭发她 谁知光子不担不买仗 反而对她沾起了大耳光 两个女人当场扭打在了一起 这是一部由痛口可难做主演的日本电影 讲出了两个闺蜜之间的友情故事 关注孤华 跟上节奏 咱们正片开始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一手女人喝苦为难女人 让两人停止了争斗 光子不光没有告发原子 反而还请她喝了净口牛奶 可原子的丈夫很快就发现了异常 怀疑原子在外面有了泡山 尽管原子吉利解释 可丈夫大郎还是不放心 趁着原子出门就开启了鬼随模式 果不其然 大郎发现原子出门之后 不光直奔光子的家 还厚颜无耻地在床上 跟人家吃起了鸡翅膀 男人的自尊心让大郎勃然大怒 当晚回家就跟原子大吵一架 声称我们虽然穷 但无功不受弱 却不能随便吃别人的接来之时 为了让大郎打消一律 原子只好带着大郎来到光子家里 希望光子能给大郎一个完美的解释 面对无理取闹的大郎 光子之地有声地质问他 身为一个男人 凭什么总是让自己的媳妇和肚子 大郎被问得无言以对 只好回到家里生闷气 原子为了不让矛盾升级 只好在世界做到了另一个闺蜜如花的家中 如花的丈夫眼看原子实在可怜 于是趁着上厕所的时候 打算给原子开个小灶 可谁知原子人穷至尖 当即表示了拒绝 如花眼看原子不知好歹 也只好祝他好自为之 两个女人最深的友谊并不是如娇似妻 而是你在叙叙时 她恰好在放上 光子和原子就是这样的闺蜜 关系好到让原子的丈夫大郎都不得不吃醋 可原子并不在乎他人的看法 并把光子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依靠 两人从诗词歌赋谈到了人生哲学 彼此的友谊也逐渐升温 大郎为了让原子迷途知返 也只好让原子把光子接到了家中 不光好酒好饭的盛行款待 还要请光子晚上留下陪伴原子 从此以后 原子便被夹在了中间 平衡着友情和婚姻之间的微妙关系 可大郎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平时虽然假装无欲无求 但却渐渐地对光子产生了好奇心 由于三个人每日的朝夕相处 保不齐会有谈篇说定的时候 大郎趁机在光子面前大着开华 声称自己有朝一日定能大红纳子 还担动邀请光子去话时谈了艺术 没想到光子果然中招 还天真的以为大郎真是个艺术天才 大郎趁机不配就要将想法落实到诗处 光子本想拒绝 可还是没能经受猪大郎的软薄硬泡 有了这一次经历 光子在面对原子的时候便有了内疚 聪明的原子自然感觉到了光子的异常 虽然没有当场揭穿 但还是选择了静观其变 果不其然 光子每到晚上总是要出些妖儿子 非要原子和大郎陪自己玩剧本杀 声称这个游戏能开发致力促进友谊 大郎也说拨下驴 配合光子把剧本演成了现实 原子看在眼里 痛在心上 心中逐渐谋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个女人由于跟闺蜜的关系太好 从而让她的丈夫大郎倍感冷落 大郎为了搬回一城 不光让原子把闺蜜接到了家中 还和闺蜜光子玩起了剧本杀 原子逐渐感受到了光子的范畅 于是便趁着大郎不在的时候 试探起了他的真实想法 面对原子的质疑 光子并没有太多解释 只是对原子承诺 不会为任何男人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原子当场被光子的承诺感动 把这笔青筹全部算在了大郎的头上 于是趁着玩具本杀的时候 质问大郎到底是爱我还是他 大郎自知两个女人在开玩笑般正式 只好是所谎抗 据不交代自己的真实想法 原子眼看大郎稳应不吃 于是心生一计 声称要玩囚徒困境 三个人都必须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讲出来 只要有一个人撒谎 那么肯定会跟另一个人的说法产生矛盾 大郎眼看原子要玩真的 别之后妥协 最后三个人都将对彼此的真实情感用语言描述了出来 可真相往往都很残酷 最后的结果让原子大失所望 原来自己才是那个挡在光子和大郎之间的小丑 这个结果让原子一时难以接受 于是独自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用自杀的方式成全了大郎和光子 就在原子的灵堂面前光子怒伸大郎耳光 声称大郎便是最佑之源 可为了不让原子白死 两人还是在灵堂前完成了原子的遗愿 电影就此结束 不得不说 原子的确是一个可怜之人 就因为在婚姻中缺少关爱 才在光子身上找到了依靠 可光子的背叛让他彻底绝望 最后竟然用这样的方式 维系了他自认为完美的友情 实在是让人唏嘘 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老顾 咱们下期见 第三部 长谱之中 日本的窗户纸总是一桶纠破 师娘在感受到和强恶棍之后 一索性向这个力图敞开了心扉 可此事不久后就被师傅察觉 凡手一个举报就将男人送进了监狱 这是一部由通口可男子 和原田美之子主演的双女主电影 讲述了一个穷酸诗人和若干个女主的故事 关注孤寡 跟上节奏 咱们正片开始 男人名叫月夜 每次去会所都要给人银饰一首 由于这些姑娘们早已厌倦了军阀的粗鲁 因此对月夜的这种才艺十分欣赏 经常性情一波就给月夜免了单 可月夜的事毕竟不能当饭吃 长期的摆烂导致家中经常断粮 妻子入花虽然被月夜气得抑郁称极 可还是败倒在了月夜的诗词歌赋之下 为了不让妻子去会所打工 月夜不得不去找自己的艺术老师秋风借钱 可还没等月夜开口 师母江琴的气质就让她忘了正式 当场就要和江琴共舞一曲 师父秋风倒也大方 声称跳舞也是艺术的一种 谁知这支舞曲的名字竟然叫阿珍爱上了阿强 就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 江琴就代替秋风给月夜上了一课 秋风虽然好爽 但月夜的操作还是多少让她有些没面子 于是翻手一个举办 就让月夜去监狱待了四年 妻子入花告诉她 江琴因为跟她的事情被秋风扫地出门之后 也去了她常去的那家会所工作 于是待到请满释放的那一天 月夜第一时间就赶去会所想和江琴酗上一杯 谁知还没找到 日本就发现了八点一击的关东大地震 混乱之中人们四处逃窜 月夜这才想起危机时 可应该先救妻子入花 于是马不停蹄地赶到家中 在被序里要入花重获了心声 这个男人今天刚出狱 别想先去弥补一下人生遗憾 谁知却在小黑屋里欧遇了师母江琴 月夜本以为江琴还会听自己吟诗作对 谁知人家现在只认前不认人 还让月夜不要影响自己的工作 月夜被拒绝之后顿感人生无趣 回家就留下了一首绝笔诗 可就在他准备上调之时 一个叫文旭的短发妹突然出现 声称自己是月夜的忠实小名妹 此次前来是想跟月夜探讨一下音乐和文旭的微妙关系 月夜虽然不懂什么音乐和文学 但对草根粉丝之间的微妙关系倒还略知一二 于是不但没有轻声 反而是顿感人间值得 可好景不长 文旭的父亲得知了月夜和女儿的事情 于是当场开出了一百万让月夜离开文旭 月夜拿钱之后欣喜若狂 第一时间便去会所找了江秦 希望江秦能离开会所和自己远走高飞 谁知江秦早已今非昔比 对月夜的这点碎音不屑一顾 月夜在此悲剧之后想起了文旭 于是找到文旭打算一起训情 由于文旭缺乏社会经验 误以为训情是一种浪漫的爱情 还真的傻乎乎地吞下了毒药 留下月夜继续在人间作恶 妻子如花在得知月夜的这些风流事迹之后 不但没有责怪他 反而留了一个和文旭一样的发型 可毕竟妻子早已冰入高荒 完全无法满足月夜对浪漫的幻想 自从上次与文旭训情未遂之后 月夜竟然迷恋起了这种决恋的感觉 由于他的一位朋友加藤犯了事 在和警察对抗的时候胡信被炸身亡 于是照顾一生的这种重任 又再次落在了月夜的肩上 加藤的妻子名叫朱子 为了不当寡妇也只好从了月夜 可月夜对江秦依然贼心不死 剑缝插针的却邀约江秦一起殉情 由于江秦也是个性情中人 竟然对月夜的邀约信以为真 可让江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此次月夜邀约的殉情对象不止他一人 还包括同样持情的朱子 这个男人遇见谁就要和谁殉情 就因为他曾经和一个叫文旭的短发妹殉情未遂 竟然让他迷恋上了这种极端的浪漫主义 可这一次他同时邀约了两个殉情对象 一个是通口可男子扮演的江秦 一个是袁天辈之子扮演的朱子 江秦为了能替代文旭 竟然剪去了自己的长发 第一时间如约而至 可这一幕恰好被朱子看见 女人的嫉妒心瞬间被拉满 质问月夜自己是否只是文旭的替身 月夜也毫不掩饰 当即认可了朱子的说法 谁知朱子即使知道自己在月夜心中的地位 还是义无反顾地要常在江秦之前和月夜心情 月夜也看朱子如此有诚意 一顺水推舟地将朱子带上了贼船 由于将情为月夜剪去了长发 朱子也不甘示弱 于是在殉情之前也剪去了长发 以此来替代文旭在月夜心中的地位 月夜眼看时机成熟 于是顾及重施 和朱子一起吞下了毒药 谁知朱子怕月夜出炸 以前和月夜换了药 导致月夜正毒昏死过去 朱子清醒之后发现自己没有死 误以为是自己害死了月夜 于是手起刀落直接割腕自己 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月夜这个祸还再次被村民们救了过来 还在长湖之中的附近发现了江青的尸体 自此 文旭 朱子 江青三的女人都为月夜训了情 留下月夜这个罪人苟活于是 月夜自知训情骗局已被众人发现 于是也在作诗一首之后选择了自行了断 一代渣男终于弥补了三缺一的排局 可忘了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渣男一生竟然写了五千多首诗 并在此后被日本人奉为经典广为流传 谁人都知道文人默克向来比较疯癫 爱能疯到这种程度的实属罕见 还望各位老铁人以为借不要效仿 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是老顾 咱们下期见 第四部 扬言 女人将一碗水放在肩膀上 这种操作只是为了升华自己的洗牌技术 尽管背上的汉珠已经见识了文身 但心中的仇恨还是不能让她停下复仇的脚步 没错 她就是日本黑道上赫赫有名的老千不知火灵 这是一部由通口可男子主演的黑道电影 讲述了日本赌场的血雨腥风 关注孤广 跟上节奏 咱们正片开始 由于火灵的签数 早已练得出神入化 导致不少黑帮莫名而来请他带动 近日他就被贪拨正组的成员请到了大阪 只为参加一场鱼龙混杂的豪赌盛演 谁知贪拨正组的成员 刚在火车站接到火灵 就看见一火放在人员 正准备全欧一个落单青年 火灵定睛一看 那个被围攻的青年 竟然是自己的弟弟是太郎 上前一问才得知弟弟欠下了赌赞 直接就替世太郎偿还了欠款 姐弟来久别重逢 自然少不了唠唠家常 世太郎声称自从父亲将青楼八云店传给自己后 就被一个叫盐传组的社团给抢占 自己本想去赌场翻身夺回家业 谁知不光没有力挽狂安 反倒是欠下了一身赌债 火灵一听家中有难 自然是愤愤不平 当即承诺自己会替世太郎讨回公道 原来火灵和世太郎并非亲生姐弟 自己的生父原本也是一名老千 可于在依次出千时被对方识破 才死在了一个后背门 有不动冥王的男人手中 幸好八云店的老板收留了火灵 才让他的童年有了栖息之地 可火灵心中始终无法忘记那个杀父仇人 于是在十二岁那年 选择了离家出走 立志要学好赌书替父报仇 如今火灵的赌书早已练得炉火纯青 当即便带着弟弟杀回了八云店 可如今的八云店早已被盐传组控制 新任老宝见火灵面相不凡 直接就打算将其拒之门了 幸好这一幕被八云店曾经的手下常威看见 才立即热情地将这位昔日的大小姐请进了屋内 从常威的口中得知 言传组的老大名叫大人 近期会在八云店举办一场赌博大会 到时候各大帮派都会集聚八云店 而这也是滩波郑族此次邀请火灵出山的目的 如果火灵能够赢下这场赌局 不仅能让滩波郑族在此地树立威望 也能让火灵成功地赎回八云店 于是火灵从此苦练赌计 誓死要替弟弟世太郎赢回八云店 可就在他全神贯注的练功之时 一个陌生男人的出现 将他带回了父亲被杀的那个夜晚 这个女人名叫不知火灵 是日本赌场上叱咤风云的一名老亲 此次他不光要替滩波郑族社团赢下赌局 还要替弟弟长子郎 从言传组手中赢回八云店 于是他直接向言传组的老大大龙喊话 扬言自己一定能赢下此次的赌王大赛 可大龙并没有将火灵这等女流之被放在眼里 因为自己也请来了 前书界的一等高手长子郎 这个长子郎平生只爱赌博 就连到了青楼都对女人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不过这个长子郎没有兴趣的女人 却是世太郎朝思暮想的小芳 两人刚一见面 小芳就兴奋地点起了脚尖 可两人刚温存没多久 大龙的手下就抵达了两人的办事处 不用多问 这伙人此次前来的目的 就是要杀掉世太郎 从而以此威胁火灵 让他乖乖地放弃赌王大赛 果不其然 八云店的老火机长威 为了让世太郎有时间脱身 竟然被这伙人用开水浇在了后柜 可不幸的是 虽然世太郎成功从屋顶逃出 但小芳却落在了这伙人的手里 长威本想前来护住 随着却被这伙人一刀毙命 看着长威的尸体 火灵的心里百感交集 他深知这是大龙对他发出的警告 可自小倔强的他 怎会轻易地向黑恶势力低头 于是他更加用功地苦练赌计 狮子要替弟弟世太郎 讨回一个公道 可就在他全神灌注之时 一张飞牌打乱了他的节奏 此时长刺狼突然现身 一进屋就给他展示了纹身 这个纹身火灵并不陌生 和当年杀死自己父亲的 那个人一模一样 火灵这才得知 长刺狼原来是 颜传族此次派来的逮捕师 当即就把所有的薪酬救恨 全都缩哈在了 这次的赌博大赛上 几日之后 赌赛正式开始 齐聚巴云殿 而火灵也代表 谭波正座隆重登场 几番较量之后 各大帮派各有输赢 直到轮到火灵坐庄时 他才感受到对面这个长刺狼 绝非等闲之本 因为无论火灵如何洗牌 长刺狼都能轻松地猜出 他的底牌 还没几个回合 桌面上的钞票 就都留下了长刺狼 面对如此高手 火灵紧张地乱了心志 谭波正座的老大 也逐渐对火灵失去了耐心 因为火灵如果不能在最后 一个回合力挽狂澜的话 谭波正座不光会输掉此次赌赛 也会动摇自己 在当地的江湖地位 中场休息期间 火灵来到及时寻找灵感 随着长刺狼紧跟其后 并告诉他 只有抛开心中的杂拟 才有机会打败自己 没错 长刺狼并不想火灵输得太难看 因为自从他第一次 见到火灵的那一刻 就深深地被火灵的 独特气质所吸引 他更希望火灵能展现出 他最真实的实力 火灵也在长刺狼的开导下 于是一场生死赌局瞬间上演 所有帮派的成员 此刻都屏住了呼吸 这是火灵最后的翻身机会 他必须在这场赌局中 从炎传组那里赢回八云地 于是火灵直接将 谭波正座的所有筹码全部缩哈 就赌长刺狼手中的那张牌 一定是两点 当底牌被揭晓的那一刻 火灵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代表炎传组出战的长刺狼 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却由衷地替火灵感到高兴 因为火灵只有在认真的时候 才更加让自己着迷 可赌赛毕竟不是儿女情长眉来眼去 严传组的老大在输掉比赛后 逐渐露出了阴狠的目光 既然明面上赢不了 那就只好使用非常规手段 于是他命令八云殿的新老宝 去诱导小峰 并向其递上了一张纸条 谎称火灵的弟弟施太郎 约他前去见面 眼看很快就能和自己的梦中情郎相聚 小峰欣喜露狂 不假思索地直奔目的地 可谁知这竟是大龙设下的圈套 目的只为将士太郎引蛇出洞 从而好一网打击 果不其然 两人见面后 还没来得及温喜功课 就被大龙派来的人团团围住 二话没说就将两人一刀毙命 看着自己唯一的亲人是太郎的尸体 火灵气不成声 他将迎回八云殿的合同彻底烧毁 因为这一切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 此时的他只想复仇 恨不得将颜传组一举团命 这时 长次郎再次显身 他不想看着自己心爱的火灵 前去送人头 本想劝阻一番 但他伸着火灵牙子必爆的性格 于是只好爱无极无 向他提供了煤矿上的炸药 当晚 火灵就带着新鲜的炸药 独自现身在了八云地 还没等颜传组的人反应过来 火灵就已经默默地点燃了炸药 眼看火灵要来真的 众人开始四处逃穿 可火灵早已誓死如归 怎会放过这些杀死弟弟的仇人 于是火灵将手中的炸药 无情地向人多的地方丢去 炎传组的众人瞬间被炸得四肢分离 此时的火灵掏出手枪 应是凭一己之力 与整个炎传组展开了厮杀 尽管炎传组人多是重 但在已将生死看淡的火灵面前 依然显得是那般不堪一击 火灵这种不畏强权的人格魅力 彻底地打动了长刺狼 于是在关键时刻果断险身 不惜背叛炎传组 也要助他一臂之力 于是两人并肩作战 与大龙展开了最后的较量 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或许是爱情的力量发挥了作用 火灵和长刺狼竟然真的打到了大龙的脑窝 毫不留情地将大龙一刀毙命 可不幸的是 几人在打斗的过程中 长刺狼不幸身中束刀危在旦夕 就在长刺狼的弥留之间 他向火灵献上了一份吃来的道歉 他承认自己正是杀害火灵父亲的凶手 但一马归一马 自己也用自己的生命 来表达了对火灵的爱 听到这久违的道歉 火灵终于释怀 深深一吻结束了这长达20年的陈元旧恨 从此爱恨随意 隐秘江湖 本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是老姑 咱们下期见 第五部 北斋漫画 注意看 这个男人不光能用一根猪倩在米粒上作画 还能用一根拖把画出50平方的巨幅神像 这种可大可小的技能收获了全战人的好评 可没有人知道 他如今的所有成就与灵感 都源自于一位与他萍水相逢的女人 这是一部由田中玉子和通口可难蜘蛛眼的日本电影 真是还原了日本服饰会画家 可是北斋的传奇一生 关注孤寡 跟上节奏 咱们正天开始 北斋年轻时名叫铁藏 和所有的伟大艺术家一样 都有一个贫穷且执着的过去 由于生活所迫 铁藏不得不带着女儿玉子寄宿在好友左期的家中 而左期虽然开了一家木鸡店 可他和铁藏一样 也有一个不切实际的作家梦 于是玉子每天只好陪着两个疯子不务正业 享受着贫穷的快乐 这天铁藏出门找灵感时 绷遇了一位面色苍白的神秘女子 两人一见如故 二话不说就要去铁藏家里做她的专属人魔 铁藏从未有过这样的待遇 于是在挥笔洒漠的时候 差点动了邪念 清醒后的铁藏意识到 这个叫侄子的女人会影响她对艺术的纯粹 于是当今立断地将侄子献给了自己的养父 养父为了让铁藏安心作画 勉为其难地替铁藏收留了侄子 可侄子虽然冷艳 但却十分调皮 总是趁着养父一时兴起上演灵异事件 陈奕迅曾经说过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养父被侄子的这波操作折腾地乱了心智 于是只好找到铁藏诉苦 可养父的遭遇不光没有得到铁藏的同情 反而收到了铁藏的威胁 原来经过上一次的合作 女儿为了让父亲实现画家的梦想 自高费勇地做起了父亲的人魔 虽然这个叫铁藏的男人 就是日本伟大的服饰会画家可是北寨 可在他还没有出名之前 也不得不带着女儿鱼子去为了生计奔波 久连卖辣椒的太婆也能在她身上找到一些优越感 女儿鱼子为了让铁藏找回尊严 不得不去找铁藏的好友佐奇帮忙 希望她能多点关系帮助铁藏出版画作 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鼓励 对于现在的铁藏来说也是一种温暖 可出版社的人毕竟是商人 并不愿意为一个名不见精准的疯子冒任何的风险 不光如此 那个让铁藏灵感泛滥的女人之子 也在害死了她的养父之后选择了不辞而别 于是铁藏日渐消沉 规划的天赋也慢慢地消失殆尽 女儿鱼子实在不想看到铁藏日渐沉沦 于是主动提出要协助铁藏找回灵感的想法 铁藏见玉子如此帮忙 字迹也不好再无病呻吟 于是重拾画笔 每天刻苦练习果不其然 经过玉子和好友左期的帮助 铁藏终于在小镇上获得了一次展露头角的机会 只见他手持一根竹签 在A力小米上面画出了两只飞鸟 这样的技能瞬间让在场的观众都惊叹不已 就连出版社的老板都对他刮目相看 和艺术家的情商总是很随机 重名后呢铁藏不但没有感谢好友左期的帮助 反而还嘲笑左期写的小说都是垃圾 左期一怒之下讲出事情 声称赞助铁藏出话的经费都是侄子所出 事无疑是击中了铁藏的软肋 因为那个叫侄子的女人 曾经的确绑架了她的创作灵感 于是她发疯似的朝着富士山跑去 一直要在自己的余生中创作出一副 让后人仰慕的旷石奇作 当把爪鱼的触角缠住这个女人的身体时 老头的创作灵感瞬间爆发 就为了帮助老头捕捉到最自然的艺术形态 女人应是忍受住了八爪鱼的攻击 政府花作后来被业界称之为矿石奇作 老头也因此被封为了日本江湖时代的绘画教父 她的绘画风格对后来的欧洲画坛印象很大 就连德加 麻娜 班高 高刚等许多印象派绘画大师 都临摹过她的作品 她就是日本服饰绘画家格式北斋 此人一生贫瘠 与女儿玉子相依为命 直到她遇到了一个叫侄子的女人 才让她打开了对人体艺术的创作天赋 可惜侄子在她成名之后不辞而别 直到她晚年迟墓时也未能与之重逢 是无疑成为了她晚年的遗憾 直到这天女儿玉子带回了一名女子 才让北斋找到了重生的希望 因为这名女子和侄子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还久闻北斋的大名企图与其见上一面 北斋得知实情之后自知来了机会 于是当场就要这位女子替自己找回灵丹 可眼前的这个女人并非侄子 瞬间就被北斋和玉子的粗鲁给吓得娃娃大叫 幸好女人见识过北斋的大作 才耐心地听完了北斋对艺术的独到见解 或许女人自知北斋的画作以后会流芳百事 惊喜人地答应了北斋的要求 并在玉子的帮助下 为北斋呈现出了人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 北斋也不负众望 将这唯美的瞬间记录了下来 此画之后北斋从此封离 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可能再有超越此画的作品出现了 而女儿玉子也在72岁高龄的时候 嫁给了北斋的好友左妻 他们的晚年虽然过得都不算太幸福 但却为了自己喜爱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这或许就是艺术家的伟大之处 即使活着的时候不被他人理解 但依然能在死去多年之后受人尊重 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是老姑 咱们下期见 疼口可男子的五部代表作品已解说完毕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一剑三连